我们是北京南教大新的念佛人 经常借出你老讲法的书籍录音录像带 对念佛了生死坚定了莫大的信念 但弟子学有时日了无消息 念佛也没有成片 再次请你老人家再次慈悲开示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也不能够疏忽 只要老实念下去就好 真正做到老实实在讲不是容易思绪 古人常说 为上知于下于为 这两种人容易做到老实 上知知会高 一切通达明了 所以他能够放下万元一心念佛 他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往下 这人陈旧 第二种叫下于 虽然他没有文化 没有念过书 不识字 任老实 人老实 教他念佛 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 他也没有杂念 也没有怀疑 教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这种人也容易成就 最麻烦的人 就是这当中的 上不上下不下了 妄想咋念 很多 精听了不少 半信半疑 佛念了几年 怎么还没有消息 我念的到底有没有效 问题就太多了 所以凡是提出问题来的 我过去也讲过不少次 都是不老实 老实人哪里会有问题呢 可是有问题一定要问 为什么呢 以为菩萨第一个障碍 障碍我们的信心 所以必须要断以身心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疑不能不问 一定问清楚 搞明白 我们回过头来 才能够老实念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